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古代西晋时期 有一个人名叫周楚 从小他的父母就双双去世 又缺少教育 难免染上了一些恶心 所以人人都很厌恶他 朴槿 我得药 我的羊 这是我的羊 我射住的 是我的羊 你杀了我的羊 你赔我的钱 你拿过来 你这个坏蛋 你赔我的羊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赔我的羊 你快把我下来 住手 我给我住手 你 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周楚周公子吗 正是本爷 难怪如此勇猛有力 原来你就是那不讲理的三害 你说 你说什么三害不三害的 这你还不知道 三害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请到寒舍歇息慢慢说来 请问老人家何为三害 阳县城中本来是太太平平 近日在长桥之下出现了一条极丈长的蛟龙 兴风作浪 南山之上又来的一条白鲁龙 伤害人命 那第三害呢 你 你 我 正是降门之后阁下你啊 怎么回事 想想今日之事平日所为 我这就去除了那猛虎 老人家这酒我饮了 不必客气 尽情的喝吧 我不喝了 我从此不喝了 不喝了 明日一早请到长桥 看我除了的恶焦 那叫可不比平常啊 众位乡亲父老兄弟们 我周楚平时横行相礼作恶甚多 这杯酒算我向各位谢罪了 承蒙您老人家多关照 否则我周楚 小哥请起 小哥闻过则改 我敬您一杯 好兄弟 对不起 对不起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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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一场恶战 谁胜谁败 大家的心都紧绷着 好兄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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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盘终于重去 而我们的周楚也从中得到了新生 成了一位为国立功的英雄 这种受到人们普遍的崇敬 这种受到人们普遍的崇敬